观众朋友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浅秋 首先介绍这一节 跟我们去讨论国际国内议题的大白话来宾 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 亮哥 大家好 第二小时陪伴我们 推移中将翠华明将军 大家好 台大者学期教授苑举正老师 浅秋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美国的选情方面 当然在峰回路转之后 现在贺锦丽代表民主党来出战 几乎是没有悬念 连欧巴马有一段时间 媒体猜测为什么她没有表态 一有一段画面 看起来是有点say好的 欧巴马刚好打电话给贺锦丽 这段内容表示力挺 看看这段画面 为什么说say好的宣传 因为已经开扩音了手机 然后还刚好录影都录得好好的 然后声音这么大声 就代表了欧巴马跟Michelle 一起表示她是共同的骄傲 秋天之后运气就会加入浮选 那巴黎奥运当然盛大开场了 前NBA球星柯瑞也挺 贺锦丽选总统 要明白我们国家 现在分立到什么程度了 希望贺锦丽顺利当选 明星纷纷表态了 包括劳伍迪尼罗等等 大陆的网友怎么看 风向有没有变 有意思是有个观察 是说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开设了Titalk账号 那这个账号本来是一直 被美国现任的政府 一直要追杀 有些川普等等人要追杀的Titalk 好像牛鬼蛇神 结果她自己不但开了账号 还po了影片 看看这段画面 所以她开Titalk代表什么呢 拉罗网友认为 让贺锦丽当选 对中国比较好 为什么各种分析各种理由 但她是说重点是 以其川普还不如是你 因为这样子的话 可以把这个美国 她这个说法是说 担心川普做的 真的把美国带上来的话 那麻烦嘛 还不如交给贺锦丽 这是她的一种分析跟看法 但华尔街日报的民调 先前已经有CNN等几家民调 这次最新的华尔街民调 也显示 支持度在相差 伯仲之间只有两个百分比 这么的近 CNN甚至已经 贺锦丽逆转胜 两个百分比 现在贺锦丽跟川普的声势 五五波是几乎都在 这样子的分析上面 包括Politico的民调 关键摇摆州 大概有七个州 那目前被看到 这三个州的影响 是变化差距最快速的 宾州有19票的人 选举人票 密西根15票 跟10票 这个结果看起来 贺锦丽甚至已经可以逆转 领先甚至达到平手 在威斯康辛州 所以代表这些选举人票 都还有的拼 也不像有些人觉得 这个哎呀 大事已去 民主党没救了 看起来现在的选情 反而这个民主党士气大震吗 美国的大规模民调里头 甚至在七成的 种族这个议题上面 黑人信任贺锦丽 远高于川普 这也是必然的 这是来自于 美国非裔智库 黑人未来实验室的民调 认为这个巨大的鸿沟呢 是在于川普啊 贺锦丽啊 有色人种 当然对于贺锦丽的信任 会高很多 高达71个百分比的信任度 而川普呢 多少 只有五个百分比 所以当川普呢 言行 大家都知道他很容易言行 暴走嘛 这是他主要的 可能的致命伤 所以马上有一本新书出来 他的侄子写的 其实上次大选是 就是他的亲人们写书 然后通来骂他的 这个侄子 弗瑞德出书是指控 川普歧视啊 甚至车子被刮到 都还要用N字头 这种是个羞辱性的英文字 来指责黑人 这种歧视的程度 非常的严重 所以曾经预言过 先让80岁老人退选 就会赢 就会赢 这个是谁 前南卡罗纳州的州长海利 那先前是跟这个川普 互相竞争同党的啦 但现在转头来讲的时候 就要强调 投票给拜登 就是投给贺锦丽 想办法转回来吗 不然怎么办 如果这样子讲的话 80岁的候选人 跟相对年轻的贺锦丽 不就胜负已定吗 所以当川普躲过了枪击案 一切之间声明还有影响力 还有胜选力大造之后呢 他现在扬言 今天的发文是说 他要再回到宾州 当初遭到枪击的地方 再来进行造势 他说他不怕 要战斗战斗战斗 甚至他还会见了 以色列的总理 强调如果胜选的话 将会致力于什么呢 中东的和平 他如果没有赢 他会是 他认为断言 会是未来第三次 世界大战的开始 亮哥美国的选情 现在是不是在贺锦丽出马之后 至少拜登已经退选 看起来反而更有救了吗 我觉得民主党是 回魂了啦 他的自治者就 踊跃表态 那愿意投入 投入战场 所以你当然就会看到一大堆 勇于表态里民调都会变高嘛 都是这样啊 那我觉得两边 两边那个互相抹黑的 选战已经开始了啦 而且都相当低级啦 你去看网路你就知道了 那个福斯新闻还直接了当 把贺锦丽在加州的那些东西 全部都抖出来了 私生活 那甚至还公开讲 说一路睡上来的 就直接用这种语言啊 你就知道有低级到什么程度 那那个当年跟他在一起 那个旧金山市长 两次出来访博 可是都是网路啦 那当然民主党 因为民主党好莱坞 几乎都支持民主党的嘛 那所以很多 比较有名的网红啊 还有好莱坞的明星啊 都自己做骗子来挺贺锦丽 都在骂川普 所以我认为会非常激烈 那个 那激烈的程度当然就是 也会伤到美国的主流媒体啦 我讲白了啦 因为支持川普的 大概只有华尔街日报吧 那还有福斯新闻啊 那其他的几乎都是支持 贺锦丽的啊 所以就产生了一大堆网路媒体 我现在就看到一大堆网路媒体 然后他们在集结啊 要够 要造一个更大的网站这样 然后要帮川普 那里面都是 很多都是不堪入目 或者根本就是谣言 可是谣言满天飞啦 两边都是啦 那当然贺锦丽就是 批评川普就是一个骗子嘛 人格有问题嘛 重罪犯啦 都是这一类的 然后搞民粹 会进一步分裂美国 大概这一类 那川普这边就攻击贺锦丽就是 你就是有史以来最左的总统候选人 最左的 那就列出他以前的很多记录啦 那个有很多记录是错的喔 可是他们照样列 什么他重放了多少 那个罪犯 然后事后那些罪犯又再度犯罪啦 之类的啦 还有贺锦丽 那个支持那个 怀孕七个月以上的人堕胎啦 很多都是错的 可是到处都是这种东西啦 你知道吧 所以我是觉得 真的是比我们台湾还可怕啦 那个造假的程度喔 民粹的程度喔 那他们共和党现在大概就是讲贺锦丽两个东西啦 第一个就是他就是最左的候选人 太自由派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准备 那就是说未来你就知道他个程度非常差喔 那这个也有一定程度的真实啦 因为贺锦丽以前关心的议题都是两性平权啦 堕胎啦 还有少数族裔的权益嘛 他对全国的经济 世界的大政治 外交 这种议题他从来没有发表过意见 是喔 所以他需要恶补 那恶补 未来就要接受主流媒体的访问嘛 那恶补你们表达的让人家觉得你真懂 这其实是两回事喔 你用硬背的带小超的 那不一定能够表达喔 那当然 最终就是看九月那个辩论啦 没错 那本来是九月十号啦 那结果福斯跳进来说他要加办一场九月十七 所以不知道 可是我是觉得最终喔 还是那几个关键州的中间选民的移动 所以贺锦丽的副手变得很重要 目前已经有两个人传出来了 听说他已经接触了 雅利桑那那个太空人 那个Mark Kelly 他已经接触了 那可是如果为了铁锈带这些州啊 那宾州那个参议员 那个Shapiro 他可能也要考虑一下 反正一定是搭一个男生啊 那基本上如果是这两个的话 这两个都是中间派 那可以缓和贺锦丽的长期给人家的激进的形象啦 那我觉得他应该很快啦 因为民主党大概8月9号之前要全部定案 所以副手可能在下个礼拜就会公布 必须要快点出炉 那当然下一场辩论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之外 现在选举形态真的完全不一样 过去就是看在主流媒体上面的演说啦报导啊 现在网路黑的 要回都没办法回 要真的要是就什么Fan News 有办法去更正 太难了 所以这次选举 量太多了 真的是太多了 多到你也没有办法回应 那就是一个印象形象 然后如果用所谓的恶性的网路战 黑到底而已 这个东西因为大家对这次选举太忧心了 讨厌川普的也非常讨厌 好不容易拜登下台了 那不管贺锦丽怎么样都要拼命支持 因为他们对川普有恐惧感 因为这个不可捉摸的一个人 一个政治人物 这个形势完全是不符美国的这个政治传统 那当然这些自由民主党的人很担心 那么贺锦丽一出来 拜登这个大病啊 已经拿掉了 所以就出来 那川普呢 就发动更多的这个假消息 所以这个问题 现在又快要陷入五五波的状况 因为的确有很多人对川普是不放心的 恐惧的 川普是靠铁粉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得罪黑人是很麻烦的 因为白人的占比啊 是不到一半多一点点 黑人西班牙剧的这个人口也是不少 所以这边的票移动一点的话 川普也有点有点威胁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看最后这一个月 两个月的发展 所以川普感觉到强烈的一个 也不安全 给他取个外号 American Great American Happy Again 我要是贺锦丽讲 Happy有什么不好 现在老不信都苦哈哈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这个文宣呢 跟金主是决定 当然 他的辩论会的表现是很关键 但是我要讲一点 你要会用人的话也没关系 当年的雷根干的那么出色 他也是个演员 他不见得对国防经济有多少修养 但是他很虚心 可以接受 加上一个幽默感 化解很多 一个幽默感化解很多危机了 不过雷根准备很久了 他也当过州长 媒体相对熟悉 毕竟他还是演艺生涯最长 阿诺还不是当过州长 没看到有什么东西出来 所以问题就是说 个人的素质很重要 我觉得辩论会是影响关键 可能会在中东的影响会是什么 战争 川普一副可以结束战争的样子 川普要结束战争 何情利何尝不想结束了 只是现在不能够讲得太大声 是怕得对犹太金主 中东这个问题 他也讲我觉得巴结这个状况 他不可思议 他也不能接受 那换句话说 他也并不是支持以色列那么强烈 可是川普是支持以色列的 所以川普支持以色列 全世界的声量又不会支持川普 因为现在遗川论 是全世界的一个common sense 欧洲不是在遗川吗 中东不是遗川吗 对不对 台湾在依赖 人家在遗川呢 对不对 一样嘛 因为大家都在创了蛋嘛 川普上台 关税加高 我的经济怎么搞 小渊高强 我的经济链 生产链怎么搞 这大家都在担心嘛 所以这个问题 国际媒体 跟这个 未来的发展呢 贝洛西不见得是 贺景丽不见得是完全弱势了 至少选举人票是关键的 是 因为川普当过总统 大家对他的熟悉度相对知道他当了总统会是什么样子 可能会失控 不可预测 可能大家有想象 但贺景丽其实相对表现的没有那么多 那过去的确被攻击蛮多的 说只会笑啊 没有内容啊 但这一次其实在整个选情真的是满是惊奇 本来原来一枪极其之后 大概大肆底定川普当选中 现在又有得拼了 这个我必须要强调啊 这个美国在选举的时候呢 有三项议题啊 就是媒体金钱跟明星啊 而且他们传统上都是比较偏向民主党的 所以贺景丽在这种情况下 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就是声势看涨 主要是因为媒体大部分都替他做宣传嘛 然后那些明星啊也做宣传 然后金钱方面的话呢 自然而然的话呢 表现还不错 不过请大家注意啊 美国的选举制度很特殊啊 美国制度的话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三个因素 比较国际化的因素 都集中在加州跟纽约州啊 请大家记住啊 这个东西两岸的情况下 东北角再加上加州 他们实际上占的选票 因此这一次的情况下来讲的话呢 这个是摇摆州变得 尤其是中西部 摇摆州变得极其重要啊 这个大家要搞清楚 因为你极少成多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国际 美国的州地图拿出来一看的话呢 这个川普的选票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整个中部 沿海地区的话呢比较少 那么这个也是美国长期分裂的结果 不过呢 这个川普的情况下呢 既是属于意料之中 也是属于意料之外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个性的关系 事实上反川的人士非常多 那贺锦丽反而站上了无能 没有机会表现 让大家充满了希望 至少会比川普要稳定一点 因为川普的话呢 他说过几句狂言啊 那么我随便在这边强调 他曾经说过说 要轰炸北京啊 他这个说过狂言 他说一天之内 要让那个俄乌冲突结束啊 那这一次的话 你们在消息中特别提到 有关于他 请大家注意啊 这个纳坦雅胡的话呢 晚上利用时间最后安排到 那个海湖山庄去 你们跟川普见面的时候 通常来讲啊 我们遇到见面的人当中的话呢 最后一个安排呢 是有最充足的时间沟通 也是最重视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他里面安排的非常高兴的结果 他曾经啊 川普针对于中东和平的计划 他是讲过一句话 警告哈马斯 你注意如果我上来 你们大概更惨 所以说也可以了解到 美国在川普底下 他所谓的中东和平的话 基本上的话呢 他可能表现得比纳坦雅胡 要更直接一点 更强势 更强势 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说 两边的战争都会结束 对于美国来讲 可能不会结束 因为美国拿不出什么具体的办法 但是贺锦丽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我必须坦白讲 我没有看到贺锦丽 针对于国际的局势 有任何的发表 所以大家的话呢 看样子的话呢 大家支持贺锦丽 是希望那一批民主党的模式 比如说布林肯 沙利文 他们对于这个基本的立场 表现得非常清楚 那么也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也不希望俄乌冲突结束 也不希望这个以色列的话呢 就是明显的是占据下风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贺锦丽目前为止 我必须坦白讲 实在是太赶了 那么出不出来什么线索 现在唯一的情况是 九月份的原来那场辩论 但是川普的正义有一点改变 川普说 hold a second 因为川普原来是要跟拜登 急急忙忙要辩论的 那现在换了贺锦丽了 那还是不是一样的情况下 所以我觉得九月份的辩论的话呢 有两个议题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 堕汰的问题 另外有关于这个 说的是实话还是谎话的问题 就是过去的记录问题 过去的记录的问题的话呢 两个人其实讲起来的话呢 都是伯仲之间 还有林元购呢 对贺锦丽来说 就是我讲说 她在当那个加州的首席 检察总长的时候 因为贺锦丽一路睡过来的话呢 川普一路上也睡了不少嘛 所以说这个绯闻也是不断 但是呢 有关于真正的议题 美国人比较在乎的是 整个堕胎的问题 因为贺锦丽长期来讲 是认为对堕胎 要采取开放与宽容态度 而那个川普的话呢 本身对 对于这个堕胎的话呢 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呢 他们在辩论中 会变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题目 所以说大家是可以期待了 到了九月份呢 要辩论的时候 是精彩可期啊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大家会可以了解到 贺锦丽到目前为止 我不觉得她是一个真正 很有实力的候选人 但是我会觉得说 川普在这边的话呢 也想不到贺锦丽有这种结果 但是我觉得川普也是在 制造一种 一种感觉到自己英雄的形象 所以她回到宾州去 原来在布特勒的那个地方 就是她耳朵挨枪的地方 她要回去要展现 她什么都不怕 英雄的感觉 其实我跟你讲 大家要了解 美国中西部的人啊 因为我对中西部比较熟一点 家里倾斜关系啊 美国中西部的人 表现比较传统 美国人这种英雄主义啊 那美国两岸的话呢 这个加州跟纽约州的话呢 表现得好像比较自由一点 这个是真的不一样 那我们这边得到的讯息 大部分都是两岸的讯息了 是 当然美国的盟友们 对于美国的变化 很担心 很多人连欧洲都害怕 对不对 那对方的竞争对手呢 来看看在中国大陆 跟俄罗斯方面的反应 罕舰被形容罕舰 是因为中国有两艘的军舰 突然闯到北约海 其中德国丹麦瑞典战舰 全程陪同 这两艘船分别是南海舰队的 鸿湖舰以及胶座舰 这两艘大舰艇呢 就要从这么远的地方 一路开到俄罗斯射比德堡 那这开的过程 因为穿越了丹麦 也穿越了瑞典 以至于旁边就随同的 丹麦跟瑞典的船 全程监控 一直陪着他们 游啊游啊游 航行到了俄罗斯的圣比德堡 所以现在在大家来看说 包括驱逐舰西安舰 2019年荷典 路特丹岛 那个已经是五年以前至少以上会发生的情况 而这一次到这里来才会引起这么多的担心跟关注 那被说没有邀请函怎么回事 就是在这个环泰军演的现场 出现了中国大陆的这个相关军事 包括了815A的电子侦察船 还有所谓被闭为中国海军之眼的这个军事的设备在附近 被说是用通讯讯号在了解或掌握最新的演习情况吗 那中俄的军事合作紧密 我们可以透过画面来看一下 那这种各种合作呢 包括了轰炸机中俄一起合作编队 飞越了白令海峡 那这个画面是告诉大家什么 各种的合作已经到密切到这个程度 甚至有进一步的演习 所以才会让美国的议员阿拉斯加的参议员很紧张 特别讲说这个军演是针对美国的挑衅跟升级很严重 所以他们正在执行联合轰炸任务 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 中国军事专家则认为 当美国的军机频频飞抵中国领空附近 那么为什么觉得理所当然 阿拉斯加的防空识别区也不是美国领空啊 所以中方的飞机完全符合国际法 还有国际军事实体 所以当中国的水兵 所以在接受所谓的面包和盐到俄罗斯去的时候 这种所谓的船舰交流非常的密切 这个交流一直到7月30号为止 非常长的时间表示中俄关系的密切 而美军方面呢要寻求战略优势啊 在澳洲还有其他地方想尽办法 要这个创造更多的合作基地 例如澳洲的美国国防授权法呢 拨款3亿美元 就要在这个首都坎培拉拉达尔文港附近啊 都要持续的有各种的军事部署战机在这里 所以美国海军6月开始寻找承包商啊 有20亿美元的建设项目要在澳洲各个岛屿啊来进行 当然也是为了回应可能跟中国爆发的冲突吗 要把澳洲再拉回来 虽然澳洲现在看起来在军事之外 贸易上想回到中国合作的路上 但南海争议一样 还没有解决这个到底美国现在怎么情况不知道 但是王毅呢 则是特别跟菲律宾有了一个会谈协议 强调菲律宾如果引入美国的中程飞弹系统的话 那么就会造成中非更在紧张的对立关系 十字路口 要求对话协商才是正道 也算是一种警告啦 那甚至越南啊 也是因为本来是要买美国的F-16战机 担心在敏感的议题上有所顾忌 所以才干脆先算了 我还是先买运输机算了 所以这些包括了亚洲还有南海 这边周边的国家 大家都在看 美国的这个选情的变化 其实也牵动了各地 你看一场演习 大家都在看 不同的人当选之后 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亮哥 这个 拜登政府现在已经陷入空转了 所以有人担心的事情就发生了 就是中俄会不会利用这样的一个空转的期间 然后做一些扩张 那事实上就发生了 事实上中俄在空军编队直接飞到阿拉斯加 而且是轰炸机 是战略轰炸机 这个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那尤其是那个轰6 轰6因为它这个是远程飞行 那这也是第一次 如果是从这个北京那一带 飞到这个位置 那应该有空中交游机 所以有人说是真的是从大陆飞 还是直接从俄罗斯飞 在看他加飞 在看他加飞了是不是 OK 那这样就不需要空中交游机 应该是不用 不过基本上 它是进入防空识别区了 那防空识别区 这个并没有违反国际法 而且美国那个 北美那个防空司令部 他也说没有违法 可是这个明眼人都知道了 因为你要知道轰6 它可以配备什么武器 核弹 它可以装长箭石 那长箭石空射可以飞3000公里 而且是可以有核弹头 所以理论上是可以打到美国 空6本身5000 再加上3000 对啊 逸远才会那么紧张 所以我的意思说 这个就那个空中的威慑 目的已经达成了 他就是要跟你讲说 你不是我也要自由航行 因为你都给我搞自由航行 那事实上以前就改过海军了嘛 也是中俄的海军 联合也是到阿拉斯加附近 那这次是轰炸机 战略轰炸机 那个俄罗斯那个土久 95也是战略轰炸机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突破性的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里程碑的意义 实际上中国大陆最近还做另外一件事 他在那个日本那个宫古岛 就是南方啦 大概350到500公里左右 那个三东舰的舰队 在那边待了八天 然后起降 他就在那边练舰采机嘛 然后在那边起降了420次 然后后来就整个舰队 穿过台湾下面了 然后开到南海 这也是第一次 因为日本防卫省 把整个记录都记录下来 然后还登在防卫省的公报 我们台湾是一个字都没有 我们台湾一个字都没有 我们台湾只公布空军嘛 海军从来不公布 台湾处变不军 不啦人家 告诉你就好了 日本防卫省是把整个记录都 第一天在哪里 第二天在哪里 他连续待了八天 那日本也是很紧张啊 就是一个航母的编队 在他的西南方啦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从这个角度看 那当然就意味着中俄啦 或者是中国大陆的 超过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的 的那个部署的行为 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啦 我觉得未来还可能更进一步 搞不好中俄的联合的舰队啊 直接穿过台海到越南 这个都有可能喔 我认为俄罗斯 俄罗斯也会想到越南啊 他跟越南是好朋友啊 金南湾本来就是 对啊那他还当过基地 金南湾的基地 所以他如果说我要去那边蹲目舰队 那我穿过台湾海峡的公海 你能怎样 所以真的亚洲啊 整个海空军的部署啦 还有发展的态势 我认为已经开始要发生 很大的变化了 因为阿拉斯加那边就算 北太平洋了嘛 那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 也在发展 就是北极合作 这个美国在2024年的 北极战略的报告 就直接写这一点 说中俄即将在北极合作联手 那俄罗斯那个北极的 北冰洋的那几个港口啊 需要中国协助基建 那俄罗斯的破冰船 是全世界最多了嘛 他有50艘啊 那个美国只有两艘啊 因为他长期在经营这个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 大概也要跟他做 比较大的北极的合作啦 因为你如果通过北冰洋到欧洲 大概可以省好几个小时 而且中国就是最大的货主啊 所以坦白讲 这个世界的格局 真的已经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了 就是中俄联手 在军事上已经展现出来 那接下来就是他在 贸易上面也开始发生变化这样 是 将军当我们看到 美国的选情产生越高的 不确定性的时候 看看他的所谓的 hold不hold得住啊 南海菲律宾还听他的吗 澳洲还要这样配合办理吗 那第一岛链之间 中俄的合作已经 直接呈现了跛脚压的拜登后期 他现在 中俄的这个姿态已经摆出来 不完全是首次作战 首先我讲过 为什么轰溜带有特殊的意义呢 空军作战呢 什么空游机啦 千二十啦 千十五啦 那在空军的菜单里面叫前菜 主菜是轰炸机 各位想一想啊 他在这边飞 日本有个惨痛的记忆啊 当年杜特地的这个 杜利德的这个轰炸东京 对不对 那造成东京十万人的伤亡 轰炸机 他也不要什么尖端武器 就是足够的带着弹药下去炸就是了 因为东京的木质结构的房子很多 烧得很惨 所以你看 刚刚讲 哥讲的这个 山东号在那边练起降 他能不紧张吗 因为他飞机起降的位置 比当年杜利德的位置还要近来 对对对 杜利德是飞机出去回不来 他也要炸 要飞到浙江 所以那山东舰飞得回来还 第一波炸完还可以炸第二波 带第二波 所以 所以日本当然比我们敏感了 因为第二个北冰洋 其实北极啊 很早就是战略家要争的地方 我想各位经验看过二十年前的好莱坞电影 美国的前进步在北极的冰冒里面冒出来 他就在展示什么 因为从北极发射飞弹到世界各国都是最近的 可是后来被俄罗斯开始应用 中国大陆开始应用 因为气候暖了 这个北洋的冰道冰封时期就减短了 而且暖化的趋势不是说骤然绝止 所以你看俄罗斯五十条破冰船 中国大陆也在赶造破冰船 然后这边飞机在堪沙加 在白岭海峡搞 船队在这边搞 代表什么意思 我南边一带一路的海上思路 我距离还长 走北冰洋 我一样到欧洲 再看中国大陆的高铁建设 从俄罗斯一直贯穿中国 成都一直到马来西亚 我们整个路全这个欧亚大洲里面 看一个十字形 海上思路两条 中间的高铁再加横的 一带一路的欧洲班列 十字架再两条 代表路全国家已经克服了 崇山峻岭的阻隔 把这些开发中的国家都激发起来了 将来路全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限量 那完全是靠中国 中国海上思路路上基建 全是中国的动力 所以俄罗斯为什么跟它靠得那么近 你记不记得以前中乌急铁路 俄国还不让你接轨 宽轨 窄轨 就是怕你进来 现在不行了 大家都用同样的轨道 一直开到欧洲去 车子不要换载 所以这个东西 交通建设 战略位置的经营 战场的经营 我们都看出来 西方国家的霸权快要 快要崩裂 林老师 这个世界的局势讲求原有军事力量的均衡 这个是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在这个军事均衡当中 原来长期来讲就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垒 那现在苏联垮了 换成俄罗斯的话 我觉得这里面的整个消息 透露出三项非常重要的讯息 第一项的话 就是有关于轰炸机在阿拉斯加附近 这个白令海峡附近的这个巡逻的话 其实这里头严格来讲 从2019年开始 这不是第一次 但是用轰炸机 战略轰炸机来巡航的时候 尤其是中国跟俄罗斯之间配合的话 让美国感觉到非常不习惯 然后连带的想到说是北约的海域 实际上俄罗斯出来 沿着波罗的海出来 都是北约的海域 没有什么不习惯 但是这次真的不习惯的地方 是加了中国的变数 所以说这个讯息来讲 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的话 就是目前的国际局势 在发展的过程中 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冲突 导致于俄罗斯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在电视中强调很多遍 俄罗斯人长期来讲 是没有很看得起中国人 但是现在的话强调 无上限的友谊 背靠的背 其实的话 在整个需求上 无论是高铁 无论是建设 无论是民生用品 无论是基建 通通都需要中国 而且中国本身的话 确实能够配合 这边所提到的 就是说 弗拉迪波斯托克 就是海参崴 这个字在念崴 海参崴 就是原来我们山东人就叫海参崴 我们大家都喜欢念海参崴 但是我们原来的话 这个大连人就叫念海参崴 大家地图一打开 这个港口太重要了 它不但是不动港 而且它距离长春出海 这方只有15公里 非常近 它刚好因为逼后的 整个中国东北 只有大连一个出海口 其实长春这边 透过这个港口 所以中国的海军 能够到 就弗拉迪波斯托克来讲的话 能够到海参崴 而且受到欢迎的话 其实是中国原则上 能够它自己 俄罗斯自己都没有什么 比较好的不动港 这个海参崴 是它一个比较重要的港口 现在跟中国共有 开发大远东计划 还有第三点的话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就是说对美国来讲 有关于这边连线 大家可以看到台湾以南下去 隔了巴斯海峡以后 到达菲律宾 南海 然后澳洲什么 这一长条线当中的话 都出现了中国变数 这个是美国最害怕的 美国自己来讲的话 到目前为止 就是只要能够维持 原有的军事上优势 就不错了 但是看样子很困难 因为大陆目前为止 原来 我相信大家一定要了解 原来我们在台海 能够保持这么长期的和平的话 原因是第七舰队战的 非常重要 就是那个海军的比例 美国的海军远远 跟着大陆的海军之间的话 它是占了很大的优势 可是今天的话 这个优势不在的话 各方面 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要 非常小心这件事情 那日本本身来讲 就存在有强大的 维系意识 所以日本会觉得比较 因为我们台湾现在 我说句良心话 因为你公布也没用 徒增困扰 现在淹水的问题都没办法解决了 还讨论什么 什么航空母舰来了 什么 这个也就无所谓了 也不是说无所谓了 就得过且过 但是实际上日本就比较小心一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整个消息报道 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示 我们要严加以待 是 好 那现在全球还有关注一件事情 就是奥运 在巴黎的奥运会热闹的开幕 虽然先前不断传出来 有恐攻的消息 还好也都是虚惊一场 或者是没有太大的损伤 奥运开幕升旗 五环旗挂返被笑了 当然这个是五环旗 好像是在瑕疵 一个不小心做的这个做法 让大家在网络上疯传 但是南韩的选手进场的时候 被讲成北韩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那当然民众很不爽了 这也太严重了 对对韩国民众讲说 这个是荒谬 痛批 北韩也痛批 因为北韩选手出场没有失误 韩连社报导 所以巴黎奥运会华丽 但是却杂乱无章 因为我看到这个赛纳和尚出场 是很美 很漂亮 巴黎人的浪漫 但浪漫之余的出的错 出的包 像这样就很让大家 不爽了 例如像中国网民也不开心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选手被并传了 好几个团一起 然后还他们的队伍的人 在镜头的最后面 顶多只有五秒钟带到 那以至于还有这个其他人只好说 那还好说加拿大跟他们并传的人 穿的是红衣服 不然以为都是咱们家的 都是穿红衣服的 那美国队他们不公平 他们就喊啊 美国队一整条船都是 为什么连韩国人都有自己一艘船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跟别人并了好几船 以至于镜头都少很多 那或者是中国红这个中国队长 马龙挥舞五星旗的画面 现在立刻就在中国网友 现在最关注的话题 这个奥运会 当然中国官方反而这个官媒的部分 反而特别出面来制止说 哎呀大家不要再去酸他啦 骂他巴黎啊法国啊 似乎看起来是想要借着 这个这次的奥运修复国际形象 或者是互动之间跟欧洲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种媒体之间互相的观察 但是意大利总统总理 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大陆 过去推出一带一路往美国站队 我不知道这个跟美国局势 有没有牵动到关系 但无论如何这个梅洛尼亚 27号到31号要到中国停留五天 见谁呢 包括习近平 李强 赵乐际 通通都要谈 普遍都认为这次当然是经贸很重要 要跟中国重拾过去的关系 那意大利的总统马达雷拉 也是十月要访华 先后都要去 切断一带一路之后再次出访 带来的是什么 被形容叫做航母 还是收款机呢 到底要合作哪些呢 尤其这些民营企业 对于中国大陆的影响力 他们想要合作到什么程度 这当然就是关键 所以匈牙利还有也是一个指标 大家观察说 悄悄的从中国的银行借钱 而且不少 十亿欧元的贷款 也就是说 这个是从三家中国银行 借贷最大的一笔金额 大家看到十亿欧元 也是觉得金额高到 让人家瞠目结舌 但匈牙利官员说 这是因为两国的经济越来越加强 所以这种融资只会更多更广泛 而王毅在会见欧盟代表 波瑞尔的时候特别强调 各种的坚定伙伴关系 要坚持合作 合作 不是只是互相竞争跟打压 波瑞尔也说 欧盟重视欧中关系 对华政策保持独立性 还要不要跟着美国的路 一直要抗中 赌中 提高关税 这件事情 未来还很难说吗 那中国外交部也证实 他会即将在26号 26号证实的 即将要见布林肯国务卿 说真的 在美国拜登的后期 这种被称为跛脚压的时间 再去见到国务卿 或有任何的承诺 或任何的协议的时候 还有多少影响力 当大家观察 尤其中共三中全会之后 第一次中国会冒邪 会率团访美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在贸易上面 有可能展开不同的变化呢 例如美国对中国进口的 豌豆蛋白 又颁布了一个新的 反倾销反补贴的命令 大家在观察了 这个这么强硬的 抗中的经贸商的手段 还会再持续吗 亮哥 当我们看到奥运 当然刚刚我们看到 出包的情况 那也不少 有很多当地民众的怨言 但是这也代表一次 全球非常重要的一次 体育赛事 这个法国 这个自称多元 然后希望那种 比较松弛的方式 来办开幕式 松弛 因为那个开幕式 各地的镜头拍 那你如果是看电视还好 可是你如果在现场看 他妈累死了 一下那个Lady Gaga 那边出来 一下Selindy 都这边出来 累得要死 是很华丽 是很华丽 可是就个别节目 那都在不同地方嘛 因为我有参加2008的北京开幕式 所以那个集中跟串联的效果 那个差太远了啦 那法国如果这个多元松弛 在表现在其他方面 他就是散漫了 我认为他的散漫的程度 已经跟巴西西腊差不多了 真的吗 这么严重 因为我当过中华奥会的常务委员 所以历届的奥运我们都会看一下 他这个太散漫了 我跟你讲他还有很多场地没有盖完 你知道吗 那怎么办 就还在拼啊 还可以这样啊 还在拼啊 不因为罢工啊 罢工啊 是是是 就是说法国的 法国的传统啊 然后那个 你越需要他越罢工 然后那个选手到了巴黎才发现 没有冷气啊 哦对对对 是掉了一千五百台冷气来啊 一千五百台 那他的温度 现在是夏天啊 他平均温度可以高到三十二度 二十七到三十二 高的时候 你竟然不提供冷气 开什么玩笑吗 巴黎本来冷气就少 对了没有错了 可是人家是来运动的 这个是没有错了 这个巴黎很多计程车是没有冷气 没有错 旅馆也没有 对了 可是就是说这个情况 那所以你说那个 中国队因为七百多人嘛 那他要被并船哦 这我完全可以理解 真的 他就是规划的不好嘛 所以就会造成你的 没有办法挤在一个船上嘛 而且我讲白了啦 他是偏袒美国 那对中国有一些 故意找你麻烦 这最明显的就是游泳队的药检嘛 那个大家都知道啦 还有取消的项目 增加了项目 增加了项目 比如说什么霹雳舞啊 冲浪啊 还有攀岩啊 那个都是对美国有利的嘛 其实在奥运哦 通常那个东道组 他最多可以增加两个项目 那法国他有增加项目 可是他后来增加的项目 都明显对美国有利 然后举重被砍掉四个项目 那举重对中国比较有利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中美两国在较劲啦 就是谁金牌要抢多啦 那目前当然对美国比较有利嘛 因为有很多新的项目都对美国有利这样 那这个反正就是这个奥运我是觉得 我的感觉就是有点散漫 就那个并没有一个强有利的奥主委 然后还有很多国家都还自己带厨师啊 因为他的东西实在是 厨师 不他的东西偏素 你知道吗 他法国人偏素 他说是健康产品 健康食品 厨师啊 厨师自己带去啊 那个中国都带了那个川菜的师傅去啊 不管 美国也是啊 美国也是啊 就是这样啊 是我还以为是要太师要厨师 没有休息一下吗 你以为对 你以为对 巴黎奥运盛大开幕 当然当中有一些 包括当地居民抱怨啊 各种秩序啊 那相对要浪漫嘛 那可是各国的这种抱怨声不断 其实大家最担心还是恐攻啦 那这一次在感觉有一些差别待遇吗 项目的选择上也有观察的指标 这个巴黎这个城市啊 我讲了像以前的气候啊 巴黎真的不需要什么冷气 我多年前去过好几次 旅馆价钱不便宜 冷气没有 老城区里面啊 那个电梯我进去行李进不去 行李进去我进不去 所以你想办这种国际大赛 世界各国的观光客都来了 对他们的 除了居住品 当地的冲击很大 一定不是会很满意 第二个 我女儿在法国读了四年 回来的心得就法国政府 办什么事都很慢 效率很低 一件屁事可以办一天 你想想 各种国家的代表队去 到奥运完了 会不会再跟中国一样 有好评那么多 我相信不会多 因为你这个接待工作 你从开幕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选手村 试运村 你的招待跟接待是怎么样的 对不对 你办一些场面是很浪漫的 问题 选手在这边 像美国那些选手 一顿饭里面没有个牛排 大块的猪肉 牛排 他觉得卡路里的不够 法国菜 我们在法国菜 吃了半天不知道那什么材料 流行蔬食 里面一堆不要怎么玩 所以你看饮食 他就比不上中国办的那个 各种菜色 跟这个24小时 周到跟经济 24小时供应 你不信你过两天看 巴黎绝对没有 他伺候的这个方式 绝对比不上别的国家 所以这个问题 我敢打赌 奥运一结束 各国对他的评论 尤其是选手的评论 你去看好了 因为这个 这国家习惯是这样子 他就做什么事都很散漫的 不是很有劲的 浪漫 浪漫 他浪漫 所以我每次听我女儿讲 我说哎呦 怎么会这样子的 他读书的时候 还在看爱之巧 爱什么 爱之传 那个影剧也很无聊 那个是的 对很旧 很旧 他法国人爱课老 就是一天到晚老 聊天 聊天 他的聊天节目 特别多 巴拉巴拉巴拉 所以你看他的电视 也很无聊 真的 这到底是真的 你凡是了解法国人 就知道 有没有一点好话讲 至少我待了十几年 我只有在Credit Horse 看得不错 是个叫冲马俱乐路 冲马俱乐路 是是是 好我们就续下回来 再继续谈 包括了在欧美之间 局势很大的区域的变化 马上回来 我没有在法律代过 我是在比利时 不过我们的文化上 是比较接近的 因为比利时讲法文的关系 我必须强调 刚刚大家讲的 对法国略有维持 法国人做事的话 是有不一样的哲学 他们的哲学是慢的哲学 这个慢的哲学 相较于我们的 什么都快快快的 这种文化来讲的话 确实是 他们也看不惯我们 我就见过巴黎住在 台北的大使夫人 她讲说 她没有办法看我们台湾人 到中午吃饭 用塑胶袋提食物 她绝对不能够接受的 她觉得这个很麻烦 你在法国吃饭 再怎么样的小店里面 一定是刀叉 摆着整整齐齐的 摆着什么的 生活当中一定要 喝一杯啤酒 喝一杯红酒 这非常重要 所以我另外觉得 但是我这边 替中国本身来讲 就是闷声发呆 她才的观念 我必须要强调 这一次的所有的 影视的转播 是中国广播电台 取得了国际媒体 最多的标 而且中国派出来的是8K 是8K的摄影技术 你可以看到 什么叫8K